最後問一個問題 舉重選手可以舉起100公斤啊什麼之類的 自己的體重呢只有80公斤 結果呢自己抱自己怎麼抱或坐在椅子上面抬椅子 怎麼抬都抬不起來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可以舉起100公斤 我只有80 我抱著自己的大腿往上抬抬不起來 我坐在椅子上把椅子往上抬 我也抬不起來 為什麼 我明天舉起100 我只有80啊 為什麼抬不起來 為什麼 用我剛才教過的方法解釋 用我剛才教過的方法解釋 27號 27 有人在睡覺 睡著一個 你擋住一個睡著的 後面還有一個 不會 你說什麼 反作用力把自己打掉 講得不清不楚 好啦 勉強 自己抱自己坐在椅子上面 把你往上抬 我私利給椅子 椅子給我反作用力 我跟椅子綁在一起 所以是同樣一個系統 叫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在同一個物體上 我自己抱自己的大腿往上抬 更是這樣了 我私利給自己大腿向上 大腿給我反作用力向下 在都是自己 所以還會互相抵消 合力等於0 就抱不起來嘛 所以怎麼弄都抬不起來 就是內力的關係 內力的關係 OK嗎 OK 然後康軒的動畫 把我們教過的事情再回顧一遍 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定律 用時必須用手或腳撥水 手或腳對水濕力的同時 水給身體反作用力 使身體前進或後退 滑柴時必須用腳脱水 這樣對水濕力的同時 水給腳反作用力 使船前進或後退 火箭及噴射機燃燒燃料 噴出氣體 利用噴出氣體所產生的反作用力升空 每吃一粒必須產生一反作用力 每吃一粒必須產生一反作用力 使兩粒的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也同意直線作用 且同時產生 同時消失 這看過了 往後退 後退 左方的調查 向前進 初步的動力 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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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機頭 將那些機頭調達式 開頭部的完成 然後 適合機頭 然後適合機頭 可追觀察到 機頭空間的頂點 而且從反作用力 適合機 適合機 測山 OK 这就是我们复习 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有作用力就会有反作用力 A对B是力 B就会对A是力 两个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条直线上 同时存在同时消失 平常的状况 这两个不会互相抵消 因为作用的受力物体不同 请会分辨 谁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谁是会互相平衡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的学习重点